海王和渣男有什么区别 海王在于分散 渣男在于骗 就一个海王可能会撩很多女生 但是他可能就以脱单为目的 广渣网 咋特别的被打 遇到女生就撩 但我听到渣男这个词 伤害女生或让女生很痛苦 渣男其实跟人渣是挂钩的 海王有可能不挂钩 就是如果我要被女生贴标签的话 我宁愿去贴上一个海王的标签 也不愿意去贴上一个渣男的标签 就是渣男可能是那种 比如说给女生肚子搞大了 然后他不负责任 然后他把女生骗得 伤害的遍体临障那种 那海王它是那种 给大家的感觉是爱玩 我有很多女生 我可以筛选 然后你们永远也得不到我 这样说的话 跟海王是不是谈不着恋爱 一般的情况下 渣男它是有心理问题的 就是你跟渣男谈恋爱 你是不是要做好 承受伤害的准备 但是如果你跟海王谈恋爱 我觉得海王还只有我们会同我谈恋爱 具体讲话一下这个海王 就是我有一个那个朋友 他之前过来过的 那个帅哥 他就是海王 他是被动的成为一个海王 因为有很多女孩去追求的 太帅了 他真的跳不过来 所以说他被动的成为了一个海王 我也想这样 对他不会跟任何人谈恋爱 油盐出一丑是对的 对的 那一期视频说 他们怎么还不接受女生追呢 我是唯一的说我没被女生追过 毕竟我希望被女生追 我就说实话 这是我真比较的 也是有人追的 海王和渣男你会学奶的 渣男 啊 啊 我想要体验谈恋爱 我不想体验 不谈恋爱不负责的 哦 啊 我喜欢念你 不太喜欢爱美美 你呢 渣男 哦 其实虽然你起码跟渣男能谈恋爱 他如果说 没有跟我谈好恋爱 我也不会被他很大 对啊 所以我就真的 可能谈过好好的恋爱 才会被诈 海王他确实是能 给到你恋爱的感觉 但是我希望这个感觉 能够延续下去 能够真心实意的 渣男不管他骗不骗 他的这个心 至少是在你头上 海王永远都是锅里 对 我吃完点就行 对 在这次这个晚上破碗 你们说非要学 那只能是怎样 哦 那我特别有道理 有道理 但是这个世界上 对女生最不公平的事情就是 你以为这个人是个渣男 其实他是个海王